面對中國大陸爆發非洲豬瘟疫情,本國食品檢驗局就重新已經禁止中國豬肉入口。陳文立的報導。 本國食品檢驗局在網上重新,加拿大已經禁止從任何未經證實沒有非洲豬瘟疫情,包括中國大陸等國家,進口豬肉和相關的精子和配胎,以及豬肉副產品。 非洲豬瘟被指在豬之間有高度的傳染性以及有百分之百的死亡率,不過就未有影響人類。 中國自從去年8月開始爆發非洲豬瘟疫情,接近100萬隻豬被宰殺,但都未能有效控制疫情,估計今年的中國豬肉生產量會下跌兩成。 根據負責代表本國豬肉業界宣傳的加拿大豬肉國際公司表示,本國近年來甚少進口中國大陸豬肉產品。 2016年只是進口了760萬元中國大陸的豬肉產品,當中絕大部分都是豬的內臟。 有本國學者反而視中國大陸非洲豬瘟疫情是相機。本國去年出口價值接近6億元的豬肉產品到中國大陸市場,佔全國總值的1成4,僅次於美國和日本。 尷尬大家提借的拜登加油中國大陸的市場。